在带你来看到,有些车主为了要追求速度感,会刻意改装排气管发出隆隆巨响,但也因此影响到部分民众的生活作息。 那么花莲仙环保局就为了要维护环境安宁,在今年就特别引进了科技执法利器,噪音车辆辨识系统。 一旦是侦测到有高分贝的噪音车辆经过,就会马上被记录下来,也大幅提升蓝查取缔的效率。 为了贺阻民众改装车辆发出扰人噪音环保局原本是要配合警察局、接力站等单位在路边蓝检取缔,但是效率比较慢。 今年特别推出了一台科技执法利器,这套噪音车辆辨识系统,可以配置在环保机查车上。 只要在鸡查路段感测到噪音过大车辆,系统就会自动拍照,大幅提升蓝查取缔效率。 最近常常有民众陈群,有高噪音的车辆互效而过,对于环境造成很大的安宁的问题。 我们为了维持花莲这边好山好水好空气,更重要要维持这边的生活品质。 所以我们购置了这一台噪音车辆,我们希望透过科技执法的方式, 能有效的嚇阻这些喜欢改装车子,对于环境会造成安宁造成影响的,我们来进行执法。 这台车子会有一个sensor可以去感应声音的大小,当它超过一定的分贝之后, 我们会有照相的功能,那这个照相的功能之后,我们会透过后续的车牌辨识, 去知道这台车子的车主,那后续我们会通知车主来进行盗检。 环保局计划以市区中华路、中正路、台九线、台十一线等热点, 作为优先机查地区,设定监测距离30公尺,只要超过85分贝就会拍照。 不过这套系统还没有取得环保署认证,现阶段会以通知噪音车主前来检测, 检测未过关再依法开罚。 环保局表示,只要音量超标就会依照噪音管制法采取1800到3600元, 请车主注意车辆定检保养,并且请勿非法改装,以免违规受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